几个章节,还有后面的章节,其实都会有,我已经有做好了Sample啦,你可以先把它安装在你手机里面,看一下这大概的效果 好,这个是第一个,就是如何从云端上面,我是放在这个APK这个资料夹里面,各位稍微找一下,云端白板里面的APK 那再来就是说,我们等一下看到的这个Sample,ATM的Post,那基本上我们分成两个阶段,第一阶段就是他原来的字 第二阶段就是变成图了,那里面的功能不外乎就是输入,然后清除,然后输入,然后辨识它是不是正确的 如果是正确的密码正确,如果不正确的话密码错误,还有一个结束,这边有个TOS,大概会有这几个部分的程式 OK,那首先的话呢,我们来看一下,第一阶段呢,请各位也是要建一个什么,建一个专案 然后呢,专案里面的话,一样,我们就打开什么,打开我们需要的,这个Layout里面的这一个版面 然后呢,特别注意,上面的部分呢,这个好像前面比,前面好像没做过这个元件 这个元件呢,它是一个什么呢,ADTest 那ADTest呢,它放在哪里呢,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,这个叫什么,TestFields 也就是说呢,以后所有的相关文字方块,ADTest就文字方块,就放在TestFields里面 那特别注意,上面只能够输入数字的话,那你可以看到,记得拖拉的是哪一个呢,拖拉的是,不是这个,是向下,各位可以看一下 应该有个纯数字,就是这边这个Lumber,OK 这边最后,这地方的话,请各位拖拉这个,把这个拖拉过来 那拖拉这一个的话呢,将来你在手机上面输入的时候 它第一个,有没有放上去,它只会跳出数字的键盘 有没有,预设数字键盘 第二个的话呢,只能输入数字,其他没办法输入 OK,那一样啦,其他如果说你要能够输入什么,副值啦,或这边有小数点,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要输入有小数点的话,你选这一个,如果没有小数点,选这一个 输入时间,输入日期等等的,这边都有 那拖拉这个之后的话,再来更改它的什么,更改它的按右键 去更改它的ID,ID的部分的话,上面都有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底下的话呢,一样,帮我拉,总共会有四,等于是四列 那四列的按钮里面包含就是说第一个B01,一直到B09 那底下其他我想就就做,数字就做九个就好了 只是意思一下 再来的话,最第四列的话呢,一个清除,确定,结束 大概这几个,几个Button,那完成画面呢,请各位也参考一下云端 云端的白板上面,我们在这个地方,第四章的CH04里面 也有完成的画面,那包含就是说第一个,我们这个,界面 界面先做这一个,然后再来,等一下再来看一下,说 再来看那个,我们城市怎么样撰写,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